出租屋墙上的那个黑色印记 背后的真相太可怕了 毕业后 我独自踏上了北漂之路 但北京的房租都过于昂贵 我只好租住在了一间偏远郊区的别墅里 说来也奇怪 这附近房租也都不便宜 唯独我这间很便宜 缺点就是朝北 比较阴冷 但毕竟价格低 我也就没在乎太多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真的太可怕了 住进来当日 我就给也在北京的大学同学二狗打起了电话 二狗啊 我房子找到了 你等会过来吧 好久不见了 过来咱们一块吃个饭 打完电话 我目光忽然被墙角的一个黑色的印记给吸引到了 好奇的我就走了过去 用手摸了下那里 但干干的不像是谁 正在这时 我忽然闻到了一股异样的味道 循着气味我来到床边 这味道很明显 是床底下散发出的 我慢慢趴下 准备伸头看向床下 可这时 门居然被敲响 我顿时被吓了一跳 就灭手灭脚的来到门口 心向外面该不会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就在我打开门那一刻 我才发现 原来是二狗 害怕的心也放了下来 二狗 你怎么来的这么快啊 吓我一跳 二狗没有回话 而是静止走进我房间 进来后四处打量着 半天后才说到 小仙 我说你这房间看着不大对劲啊 你怎么会想着租这个房子呢 二狗边说边盯着墙角那黑色的印记看 还不是便宜 再说了 这别墅区多安静啊 二狗随后继续在房间转了转 接着来到门口 盯着门外那看得出神 随后就又走进屋子里 怎么了 二狗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 没事 我暂时也说不出什么问题 但我建议你最好搬家吧 这个房子我感觉不是很好 二狗说罢就转身走了 顿时我就很纳闷 接着时间来到晚上 我洗好澡坐在床上正玩手机 忽然我感觉有个黑影从我眼前掠过 可我抬起头却发现并没有人 这时候 我隐约发现墙角那个黑色印记正在变大 好像快流到地上一般 我就赶紧走过去看看 可这一看差点没把我半条命下眉 只见这压根不是黑色的印记 分明就是血 这些不停地从墙上冒出来 顿时 我感觉自己害怕的快要之心 就在我惊恐故意之时 墙上那些忽然消失了 顿时我感觉很诡异 就赶紧给二狗打起了电话 二狗之后就赶了过来 我早就料到这一切了 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 一直盯着门口看吗 因为我看到门口有一束花 不是鲜花 是鲜花 可当我回头时它就不见了 当时我以为没大事 可现在看来 这房子之前真的死过人 而且尸体就在这个房间里 说吧 二狗又来到墙角这 伸手摸着墙壁说 我原本以为那尸体藏在这里面 可我猜错了 只能说曾经藏在这里面 这片印记就是人体流出的油 正这时 二狗突然停止了说话 眼睛死死地盯在我身后 小仙 别乱动 你身后有鬼 听到二狗的话 我猛地回头 只见我身后正站着一个 劈头散发的鱼鬼 千万不要动 这鬼不会伤害你 它应该是之前 死在这房间里的 咱们离开就好了 随后 我就和二狗离开了这房间